建造一个家居项目的时候,我们作为造明设计师应该怎么样进行这个项目,到它完工呢? 聆听是很重要的环节,与从事室内设计、建筑设计一样,造明设计师都需要先了解 家居的一个人员构成,有三到四口之家 有带低龄小孩的一些家庭,有养宠物的家庭,还有高龄者的寓所 当然对于造明都有各自的偏好和需求,特别对于老人低龄儿童的家庭 所考虑的设计需要更细心,更加贴合他们的需求 那么观察是设计师最敏锐的嗅觉 造明需要根据各个房间的一个使用方式,家具的位置 还有表面材料的颜色和种类进行一个造明的考虑 终上所述,我们在前期需要掌握的设计信息 可以通过现场的一个交流,我们可以决定造明设计的方向 通过从案例的分享中,掌握客户对造明的一个偏好 同时还可以拿来一些实物来确定登具的款式、尺寸 选择各个房间的主要照明 也可以用实物来显示光品质的一个观感 让客户对光有更直接的一个了解 接下来是方案提出的阶段 构想设计 用方案的形式呈现出贴合实际需求的一个照明效果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手绘或者PSC来进行灯光的频率面规划 也可以增加一些效果图和时景,室内实景意向图充分表达设计的一个灯光效果 并且这些室内的效果图和实景的意向图需要贴合将来完成后的一个真实的效果 那么方案通过之后就会进入一个施工图的阶段 让设计有依有据,将方案落到实地 照明设计是一个扩专业的多种专业协同合作 需要阅读完整的一些,例如室内的图纸 园林建筑的图纸等等 对项目的频率面布局,结构大样,配电等细节有所了解 才能将项目做到心理有数,将照明更好地融入在设计当中 我们可以使用照明软件去模拟一个照明的效果 然后再进行一个基本设计,灯光的一些配置图等等 接下来选择合适的灯具产品,或者按需提供照明的一个场景表 到了实际阶段 在这个阶段过程中,为了降低重复采购 设计师需要通过提供灯具的样板来把关灯具的品质 确定灯具是否符合项目的一个需求 或者通过实验,制作一个重点细部1比1的一个局部模型 来测试我们的设想的灯光效果是否合适 最后一步是到现场去勘察安装效果 然后反馈现场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整改 也要进行一个调灯,去调整整个现场的一个效果 以达到我们设计方案所要求的一个灯光的效果